俄军封锁黑海失败了,以色列、土耳其、希腊三国货轮成功驶入乌克兰,停泊到多脑河河港。 多脑河是一条国际河流,途径欧洲十多个国家,最终在多脑河三角洲驻入黑海。 这个多脑河三角洲地带大部分都属于罗马尼亚,也有一小部分属于乌克兰,河港众多。 卢被俄罗斯袭击的雷尼港、伊兹梅尔港,都是多脑河途径乌克兰境内的河港。 为什么俄军要不断地用导弹袭击乌克兰的河港呢? 就一个原因,俄军无法封锁黑海南部。 黑海周边一共有六个国家,北部是俄罗斯,西部是乌克兰和罗马尼亚,东部是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南部就是土耳其了。 在这六个国家中,其他五个沿岸国家都跟俄罗斯的关系很差。 罗马尼亚是乌克兰的后勤物资中转枢纽,格鲁吉亚直接出兵帮助乌克兰。 阿塞拜疆和土耳其同属于突厥语国家,在沙俄时代与俄罗斯帝国大战了二百多年。 既有历史仇恨,也有现实的底缘冲突。 也就是说俄罗斯真正能控制的黑海区域,只有北部区域。 黑海中不是国际公海,美国军舰,美国飞机来去自如,黑海南部是土耳其。 罗马尼亚的控制区域,未经许可,俄黑海舰队的战舰和飞机都不得入内,否则视为入侵领海领空。 再加上黑海东北方向,乌克兰的海王星反舰导弹射成一百八十公里,俄战舰不敢靠近乌克兰海岸线一百八十公里以内,基本都在二百公里以外。 这么一算,俄罗斯能控制的黑海区域其实很少,主要就是集中于克里尼亚附近海域,和克制海峡附近的东北小部分海域,黑海其他广阔的海域,都不是俄罗斯能够控制住的。 没有控制权,就没有封锁权,所谓的封锁就是纸上谈兵,所以就只剩一个办法了,空袭乌克兰多脑河岸边的河岗,可这也只能起到短期作用。 因为泽连斯基在国际上的朋友太多了,他在开辟罗马尼亚粮食运输线后,又跟克罗地亚签署协议,开辟了克罗地亚粮食运输线。 这条运输线更绝,他不走黑海了,直接走地中海。乌克兰的粮食进入地中海后,既可以北上运抵南欧,也可以南下运抵非洲。 乌克兰粮食出口的欧洲第一大客户就是西班牙,非洲第一大客户则是埃及。 这两个都是地中海沿岸国家,走克罗地亚进入地中海,运输同样非常便捷。 在黑海方向,乌克兰也有两大客户,一个是中国,另一个就是土耳其。 更有趣的是,负责运输粮食的任务,交给了以色列、土耳其和希腊。 以色列和土耳其则是两个俄罗斯不想得罪的国家。 在整个西方世界都大规模援助乌克兰的时候,以色列保持了中立,就已经是给俄罗斯最大的面子了。 别看埃尔多安支持瑞典,乌克兰加入北约,释放亚索英战俘,备刺俄罗斯。 可普京还是得对埃苏丹低头服软,准备出访土耳其了。 埃苏丹这个人把俄罗斯吃完,去吃美国,吃完美国,又来跟普京会谈了。 大致是又要吃一遍俄罗斯,普京要出访土耳其,就更不可能袭击土耳其的船只了。 普京所宣称的所谓的封锁黑海,已经完全失败。 俄罗斯虽然并不同意恢复黑海粮食出口协议,但是近期和土耳其的对话,依然有包括对如何恢复黑海粮食协议的内容。 俄罗斯的态度很坚决,除非西方执行俄罗斯的要求,解除对俄罗斯的部分制裁,才会恢复黑海粮食出口协议。 但是现在和俄罗斯谈论黑海粮食出口协议的国家,只有土耳其连乌克兰都没参与进来,这似乎成了土耳其和俄罗斯来决定乌克兰的事情。 所以西方根本就没有直接和俄罗斯对话,如果再次在西方没有任何承诺的背景下,开放黑海通道允许乌克兰粮食出口,必然会让西方瞧不起。 俄罗斯之所以坚决的中断黑海粮食出口协议,轰炸奥德萨港口,除了因为乌克兰轰炸了克里米亚境内的桥梁,以及阻止西方船只有可能运送武器进入奥德萨,最大的原因还是增加乌克兰和西方的消耗,或者说逼迫西方在不想承担额外消耗的背景下和俄罗斯直接接触和谈。 这才是俄罗斯想要的,而不是只和一个土耳其谈。 土耳其虽然是北约国家,但是并非是欧盟国家,而且欧盟和土耳其之间还有不少下戏。 前两年土耳其拿难民问题威胁欧盟这事,让欧盟甚是反感。 俄罗斯到底该不该和土耳其谈?实际上没什么必要。 第一,土耳其在这次地缘博弈中扮演的角色,根本就不重要。 俄罗斯必须看清土耳其的实力。 虽然土耳其在叙利亚和南高加索能发挥影响力,除了对手菜以外,根本不是土耳其多强。 俄罗斯指望土耳其在俄乌冲突中扮演什么角色,这种诉求本身就不切实际。 第二,俄乌冲突的本质就是美俄的地缘较量,想要结束俄乌冲突不可能缺少美国。 就算是俄罗斯和欧盟接触,都未必能够改变欧美的立场,必须让美国来谈才行。 而目前的局面,美国根本不想谈,毕竟这场战争不发生在美国本土。 俄罗斯想要打腾美国,就必须对乌克兰执行去军事化。 而从目前俄军的打击强度看,俄罗斯根本没办法完成对乌克兰的去军事化。 这种背景下,和土耳其的任何交流,实际上都不可能改变这场地缘较量的走势。 现在的西方到底是怎么看俄罗斯的? 这要分为三类。 首先是美国,美国看待俄罗斯是最可观的。 美国知道俄罗斯的经济实力不强,但是美国很清楚。 在21世纪,有着丰富资源的俄罗斯,不可能被世界边缘化。 美国想要的只是让俄罗斯未来十年,无法有效扩张自己的影响力,尤其是和中东这些能源国家绑在一起。 这对美国的世界霸权,构成了直接威胁。 第二是传统欧洲去强国法德,法德两国很清楚俄罗斯的实力。 俄罗斯不仅是能源大国还是核大国,俄罗斯就算少赚点钱, 也有能力维持庞大的国家军事力量。 想要打垮俄罗斯根本不可能,因为制裁俄罗斯能源只能是暂时的随着全球复苏。 各国对资源的需求增加,能源出口型国家不可能被抛弃。 第三是欧盟所谓的新欧洲国家,比如爱沙尼亚、立陶宛等国。 他们看待俄罗斯非常偏激,觉得俄罗斯会在西方的共同打击下垮掉。 他们不但坚定支持乌克兰,还要把能源系统和俄罗斯彻底断开。 那么俄罗斯的未来十年会是怎么样的? 真的会被西方打倒吗? 第一种情况,如果俄罗斯赢了。 如果俄罗斯赢了,即打敌西方也援助不下去了。 乌克兰也不得不放弃对俄罗斯控制区的争夺,那和谈一定会展开,俄罗斯大概率会被要求不能封锁奥德萨,不能限制乌克兰的军事发展。 然后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会逐步放开,俄罗斯的国家经济会很快恢复。 第二种情况,如果俄罗斯输了,如果俄罗斯输了,那情况就会变得很糟糕。 俄罗斯的能源封锁,外交孤立,体育孤立乃至文化孤立会变得更加严重。 那俄罗斯的未来十年也必将过得非常艰难,毕竟欧盟使俄罗斯的能源大市场失去市场,再去找到同样的市场很难。 毕竟卖石油的可不是俄罗斯一家,俄罗斯又不能和中东石油国家翻脸,这意味着俄罗斯肯定会在能源领域减少收入。 第三种情况,冲突降级,但是没有和谈。 这种僵局对于俄罗斯而言算不上好事,但是也不是多大的坏事。 就目前的状况,俄罗斯也不是不能接受。 实际上现在欧盟还有在购买俄罗斯的天然气,别看欧盟一边援助乌克兰武器,搞得像是和俄罗斯老死不相往来一样, 实际上另一边还在源源不断的再买俄罗斯能源。 原因很简单,俄罗斯的能源便宜,一旦法德等国真的脱离了俄罗斯的能源,到时候就等着被收割吧。